嗨,同學們,大家晚安,晚上好喔 哎呦,我今天啊,今天FB好奇怪喔 他那個直播啊,他的這個狀態 介面,頁面變得不太一樣 我心裡面有點擔心怕怕的 怕我這個直播到底有沒有開成功 不過還好啦,現在看到Candice上來了 Candice你幫我打了一劑強心證喔 這樣子OK,沒有問題,有正確上線就好了 我們看到我們的還有誰上來了 上來同期跟我打個招呼好不好 讓我心安一下,希望大家都上來了 好,然後今天又是星期一啦 又是一週的開始 不過有人講,有人說一週的開始第一天應該是Sunday 那有人說呢,一週的第一天呢是這個Monday 星期一,但都OK啦 是誰都沒有關係啦 反正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每一天都要過得有意義 對不對?每一天都要過得問心無愧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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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好 那我甚至有一个想法 说我想要转职 因为觉得呢 可能我要立谋高就吧 觉得说我会转个行业来 混个公司啊 也许我个人 我觉得我的一个专长 我的优点都够被看到 那也有些同学呢 一直会好奇咯 他就会问说很迷茫 说老师啊 我觉得我做了这个工作呢 目前这个工作 看起来收入还不错 还算是稳定 那你说真的有什么不开心 也没有 可是总觉得哦 我找不到我个人 在人生上面一直追求的 存在感跟成就感 你们不要想看这两个感觉哦 这两个感觉很多同学很在意的哦 特别是破军作命的 对不对 或者是说有非常多的这个同学 就是一直想要追求 这个挑战 好还想要更好的 就非常追求这种存在感 成就感 那就会好奇啦 老师我到底 我到底真正适合我的工作是什么 我现在在做的这个工作 虽然看起来很稳定 收入不错 但他到底是不是 我这一生 能够放下心 好好去经营的事业 对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好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好吗 聊一聊 我们从紫微命盘 来看 诶就是说 真正适合我们个人的 这个工作的这个方向 还有属性 到底是什么 但是呢 我也在这跟大家讲 因为啊 紫微斗数 它毕竟是 它真正开始 集大成 是来自于 是从明朝的时候开始的 那以前是什么 360行嘛 对不对 可是现在不止360行了 我现在好多好多 种这种 职业的属性 所以呢 今天讲的这个内容 或者是 你们看到所有紫微斗数 说你什么做命 你的财博工 你的这个什么官路工 是什么新 所以你适合做什么行业 各位同学 仅供参考 最终还是要回归什么 回归到你个人的一个专业 专业是什么 好吧 现在啊 其实有一期之长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的 来 那所以咯 来 佩琴晚上好 Candyce2 家家家 预理晚安吉祥 汉考课 丽萍 Spring 阿湘也上来了 Aselin晚上好 Lindin晚上好 哎哟 我们的预理怎么了哟 今天开心不起来 答案藏在 天天转运日留言板 预理怎么不开心 水狗牛 好啦 那大家 我们今天直播完了之后 我可以去看看 天天转运日 我们的预理到底留了什么小故事 什么心情分享 跟大家一起来 这时候看起来好像在诉苦 那彼此这个 呃 这叫什么 彼此暴暖一下啦 安慰一下 哈哈哈 DNY晚上好 来 Rachel晚上好 来啦 好 那我们要看呢 我们个人到底适合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看命工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适合看什么呢 其实啊 有人会说看 看官路工 有些人呢 会说看这个财博工 但是 各说各话啦 那但是我都尊重 但是以我个人而言的话呢 我会比较 着重在 财博工 啊 因为财博工 其实它代表是我们收入的来源 是来自于什么样子的一个形式 哎 这个形式 跟我在什么样子的一个 这个行业 这是不同的概念哦 为什么 因为你看啊 我们以 像台湾相当知名的台积电好了 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公司里面 哦 有多少部门 哦 有研发部 然后有外贸部 业务部 公关部 财务部 然后还有人事行政部 后勤部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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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什么 呃 物流部 生产部之类的 对不对 一间公司 有这么多的部门 但是这么多的部门 统统包含在哪里 统统包含在所谓的半导体产业 所以呢 哎 那就那就 那所以这就要分开来看哦 通常我们在看官路工 我们看的是什么 哎 你适合在什么样子一个产业 但是你在这个产业里面 适合什么样子的部门 这就要从财博工来看了 好吧 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要看哪里 不是看官路工 官路工呢 你当做参考 不是说它不重要哦 不是叫你要立可白 或是用一个这个 这个那个什么 刀片 剪刀 要把这个官路工给剪掉 不是这样子哦 哦 又是你着重 今天我们着重在 我到底适合什么属性的行业 适合什么属性的工作 哦 我们从财博工来看 哎 财博工会找吧 现在看一看 找到财博工了吗 当然 因为今天本来我们 一个重点 应该是要讲到2023年 但我还是必须说 因为看2023年 要看流年的这个财博工 讲流年的财博工 也许每个同学 能够找到的情况不一 因为你的本命盘不会显示说流年的财博工在哪里 所以很简单 你就找你本命盘的 这个本命盘的财博工就OK啦 好 来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分享说你 你的财博工是什么的嘞 Candy's 说怎么了过了就不要想给你 给你什么 哦 给你爱的抱抱啦 好 有吗 丁丁晚上好 嗯 好啦 哦 李珊说 李珊说财博工里面有右臂有天嘛 李珊当你再帮我看一件事情哦 帮我看你的福德工有什么 哎同学们如果说啊 你的财博工跟我们的那个李珊 啊这位同学一样就是哎 我没有特别的主星耶 我可能是右臂 可能是天嘛 可能是其他小星星 又或者我可能是空工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看哪里 看财博工的斜对面 财博工的斜对角一定有一个福德工 你看福德工里面有什么星星啊 李珊帮我把你的这个福德工的星星打出来了 哦 那我就一个一个讲 我先一个个讲啊 那紫围斗书里面有十四祖星啊 那我就一个一个来介绍了哦 好因为十四祖星哇 要讲的这个东西很多哦 所以我会讲的比较快 而且我会讲重点 那同学们呢 你们能够记 你们就尽量踢啊 不要有压力啊 Candice 你的财博工是天同 那Candice 那代表就是什么呢 代表你适合的这个属性啊 就是呢 哎相对稳定啊 那然后呢起伏不要太大 压力不要太大 那稳定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你的工作的内容啊 基本上啊都是啊 不会变化太大的 举例来说像是啊 行政部好了 那行政部每天可能要处理的事情啊 都差异性不大 那又或者是说可能是公家机关 因为公家机关呢 哎可能每天要处理的这个 比方说来的事情啦 或者处理的公文啊 基本上其实都大同小异 哦 类似像这一种 哦那然后呢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 可能我今天有工作做 明天没工作做 哦就是属于这种稳定性相对要高的 就是适合财博工是天同的同学 啊好的 来我先讲 好李三我看到了你的福德工 有连针跟贪囊 哎呦喂 哇连针跟贪囊哦 有两次两大桃花心 同学们只要你发现啊 你的这个财博工或者是福德工 有连针或贪囊 那你最适合从事什么 跟美有关的行业 因为这两颗星星最爱美 李三对不对 啊那爱美是什么爱美是人的天性呢 可是你们爱美爱的非常的有格调 啊那跟美有关的行业是什么 哎呦我觉得这个 这种方式蛮好嘞我本来想说要从紫微开始想的 那OK来各位同学你们愿意分享你们就来分享 那我看到谁我就讲谁啊 来李三 所以呢来李三已经抛出第一个了哦 如果你的这个财博工或者是福德工 有连针或贪囊的我刚讲的跟美有关的行业 像什么呢 呃像是呃设计咯设计包括很多嘞 室内设计服装设计 还有什么珠宝设计 啊还有任何 反正只要任何跟美有关的平面设计 哦这些都是适合财博工或者福德工 有连针跟贪囊的 为什么贪囊本来就爱美嘛 贪囊本来就爱美的东西嘛 所以你会发现贪囊用的东西哦 都你我们不一定说要用最贵的 但是呢是非常非常有品味的 你说我们买精油好了 那有些同学可能觉得说 啊精油我只要香香的就好了 它什么牌子不重要 但是对于贪囊而言的话 你要它用精油 哦我跟你讲 第一个天然 第二个油品牌 第三个闻得很舒服 它不会随随便便在家里面点精油的 那所以对美的东西 对这种质感的东西 人生的品味工作的格调 它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除了小山以外 有没有同学这个福德工或者是财博工里面有联征或贪囊的 有的话你就适合从事什么呢 从事跟这个没有关的行业 那第二个呢 财博工或者是这个福德工有贪囊的 他们也适合什么 适合从事娱乐产业 这娱乐产业就分很多了哦 像我们的演艺圈 或者是媒体 媒体 传播 这些都是属于这种公关 都很适合联征跟贪囊 如果在福德工或者财博工的同学 你们可以去尝试的 而且再加上贪囊本身非常喜欢交朋友 而且贪囊交朋友很挑剔的 随随便便的人 他可是不会随便跟人家在那边深交的哦 所以贪囊非常喜欢呢 在一个场合里面很热闹 贪囊喜欢热热闹闹的 他也喜欢被旁边的人处拥 说什么哇 李珊你今天穿的衣服超漂亮超棒 李珊你今天的发型哇 弄得特别好 李珊你今天的皮肤特 怎么怎么特别特别的亮 皮肤特别的光滑 哇 你要多讲这些话 李珊就觉得心情很好 就说啊 好了 今天这顿饭我来请你们吃了 类似像这样 很喜欢跟人接触 很喜欢美的事物 那然后呢 对于这种生活品味 非常非常有自己的想法跟看法 那连珍呢 他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状态了 连珍 连珍在财博工的话 除了说喜欢跟美有关 喜欢跟众人这样子 交际应酬之外呢 连珍他毕竟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工作狂 所以啊 就是连珍只要在财博工 或者连珍只要在福德工 他可以为了工作一天一夜 比方说一天一夜 可能三天三夜不睡觉 他都OK 只要这个工作 能够让他得到他满意的收入 举例来说 我有一个案子 哇 这个案子做成了 我新台币五百万元 我跟你说 五百万元 你让他五个晚上不睡觉 他都跟你拼了 就是这种敬业的精神 很棒 好吗 但是身体要顾啦 好不好 好的那所以咯 那就是刚刚讲的 我们讲的天童了嘛 对不对 Candice 的天童 然后呢 讲的连珍 讲的贪狼 那我看下面还有没有哦 来各位同学 阿湘也是天童 阿湘所以你的天童呢 就适合稳定的工作 那其实你只要心态 保持稳定 保持这个知足 那其实你的收入啊 是属于稳定性质的 是属于守长久 细水长久的收入 好 OK 那所以咯 阿湘就提醒你咯 你在工作性质的选择上 你就不要选那种 祈福会太大 挑战会太大 因为你这样子 对于你而言的话呢 其实你的 在抗压性 或者工作的稳定度上面 它就会打折扣了 这提醒咯 OK 来我们来看 舒函说 财伯宫有文曲 如果财伯宫有文曲的话 有文昌或者是文曲 那其他十四颗主星就进不去了 你就不用再看什么福德功了 那以财伯宫有文曲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适合从事跟艺术 跟才艺有关的这个行业 比方说什么音乐啦 像我认识 有一位掩耳诚老师 他那个弹钢琴 这之厉害 他曾经到那武林农场上面 住了几天 住了五天 住五天干嘛 对啦 是去听鸟叫声啦 但是他听鸟叫声是为了要创作 像类似这种创作的音乐啦 或者是诗词书画啦 或者是说你可能在这种歌曲啦 或者是你在艺术这一块 都还蛮适合你的 除此之外呢 只要财伯宫有文曲的人喔 通常语言的天分都还不错 语言天分不错 不代表说我英文一定会考一百分喔 诶这是两件事情喔 跟我常跟很多朋友在分享说 哦你很聪明 很聪明跟你一定是什么台大清大交大 或者什么哈佛 这是两件事情 聪明的定义是 只要你有兴趣 只要你想学 你学的速度会比别人要来的快 诶你不见得是班上第一名 但是呢你对比方说 你对语言有兴趣 别人哇很多同学在那边 哇等在那边啊 A B C D E F G Apple A P P L E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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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那边你在那边背Apple 背了一个小时终于把Apple背起来 但是对于你而言的话呢 你可能听首歌 或者是说呢 看一个英文的卡通 你就把Apple直接给它背下来了 为什么你能够学得这么快 因为你有兴趣 OK所以书涵 那我就建议你哦 你在工作这选择上面 你可以朝一些你有兴趣 比较算是才艺类的 或者说它不像是那么所谓的 正经八百的这种数科 或者是学科 或者是语言 你可以朝这种方式去发展 那当然我相信很多很多朋友 都会觉得说 老师我已经有一个固定工作了 那可是我的财博公是这个文曲 那我又应该要怎么样去发挥 我应有的这个优势呢 我觉得你 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 你不妨去斜杠啊 斜杠的概念是什么 我们常听到很多啊 有非常多这个年轻的学生 哇 非常的努力 在工作之余啊 他们去兼课 教什么 教英文 教音乐 教美术 但关键是什么 关键你自己要有兴趣了 好的 来 那我们来看呢 玉立士的这个财博公是 连珍和七杀 那连珍我就不多说了 那因为连珍刚刚讲了 跟没有关的行业 那甚至可能像医美也算是哦 那然后或者就是说呢 这种挑战性很大的行业都算 那七杀是什么呢 先讲啊 七杀它的特性是什么 第一个 七杀它没有耐心 这个个性非常非常的急 想到什么说什么 想到什么说什么 再第二个 七杀它的五行是属金 五行属金呢 在以前 我先讲了 在以前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有什么行业属金呢 像比方说菜市场 菜市场 比方说切菜切肉 这个拿五金的 还有再来呢 以前的拿刀拿枪的军人警察 或者是消防 这些也都是七杀适合的 还有没有 有啊 七杀它也适合从事金融业啊 因为金融它也属金嘛 那所以呢 还有没有 还有 还有就是说 因为七杀呢 其实它在以前的一个代表 它代表的是谁 我们在这个 以前的一个人物的代表 它叫做黄飞虎大将军 所以呢 它很适合什么 很适合冲锋陷阵 很适合在前方骑马打仗 它很适合在第一线 去开疆辟图啦 拿订单啦 这一类的 所以如果说呢 以玉利而言 如果你的这个工作的那个性质 你可能没有办法符合什么五行属金 就我刚讲的什么 什么这种 五金行业 金融行业 军警行业的话 那我也会建议你啊 你在工作的属性上面 你要能够把这个七杀的动性 把它化解掉 像我刚讲的 你在第一线 冲锋陷阵 你你第一线在跟客人对谈 你在第一线呢 你比方说你去呃 跟别人谈 谈case 拿业绩 之类的 挑战性高的工作适合你 啊 换句话说呢 如果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 每天啊 早上九点上班 下午的六点下班 然后都做一样的东西 每天看着一样的人面对 然后讲的一样的话 那其实这种工作对于玉利而言的话呢 就会觉得唉找不到成就感 也找不到存在感 好 好秋平晚上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哦 来Sprint 说破均啊 如果财伯工有破均的话 破均呢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因为像2023年就是破均化路嘛 这有跟各位同学分享过 破均代表了一个突破 代表了一个创新 代表了一个挑战 代表了一个呢 就是要把旧的砍掉 然后重新再来一遍 哎 那就代表职业的属性 就是必须要有强这个工作的环境啊 必须要有足够的压力 还有挑战性 哎 那这样对于Sprint而言的话 他才会觉得说 哇我工作做的很有挑战性 很有成就感 那什么样子的工作是有挑战性呢 我先说啊 以我们我们这个行业的话 你说像是企划啦 企划每天想破头啊 哎呦 我每天写这个脚本哦 写到真的实在是哇 这个想破头 但是呢我写完之后我就觉得 哦超有成就感 像这一种就OK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像制作人 哎 这节目的制作人每天都要想不同的内容啊 啊 那所以每天都在这个接受不同的挑战啊 这就是这样子 每天不管是说你的工作的环境 工作的状态 工作的内容 你都是要想办法跟昨天跟上个月不一样啊 那这一种就很适合财博工里面有破具的人 你们来做啦 啊 可是你要提醒哦 哦 破金在财博工啊 它毕竟它是一个突破啊 啊 它是一个创新 可是你突破跟创新 你发你这个哎 这颗心你跑到财博工里面 它也代表什么 代表你用钱的态度啊 啊 你也是一直在突破 一直在创新 那什么意思 就是每天花的比昨天要多一点啊 讲到这里 来 那分享这个台湾哦 有一个 哎 有一位艺人 我忘了这艺人叫什么名字了 今天有跟一位前辈在聊天在分享的哦 就是啊 女艺人啊 她呢 每个一阵子就要买新鞋子 每个一阵子就要买新鞋子 她的老公哦 就在问她说 哎 你这个每天买这新鞋子 你又不是蜈蚣啊 对不对 那你买了新鞋子之后 你要嘛又不穿 你要嘛呢 你穿一次你就放在旁边 不 就就就就不管了 那你这样子不是很浪费吗 为什么你要一直买新鞋子呢 哎 结果这女艺人呢 讲了一句很有哲学的话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她说 因为 昨天的鞋子 配不上 我今天的气质 这句话有没有艺术 有艺术 她老公听了之后 傻眼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哎 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哦 可是又觉得好像哪里不对 那反正摸摸鼻子 就走了 啊 所以来 女同学们 以后你身旁的老公 如果问你说 你为什么一天到晚买新衣服呢 你为什么一天到晚买新鞋子呢 哎 你这个新鞋子你又穿不完 要把你买了又不穿 哎 到底是为什么 哎 你就可以把这句话拿出来 你要讲的诗情话一点 老公 我跟你讲 昨天的鞋子 配不上我今天的气质 哦 哇哦 好啦 开个玩笑就好了 我们 能够省点钱 我们还是尽量省点钱 这个鞋啊 够穿就好 衣服啊 也是一样啊 差不多就OK了啦 好的 来 来我们来看慈眉 哎 慈眉问说 老师我的财博工有贪狼 然后福德工有紫薇 哎 那就代表了 慈眉一件事情也是一样哦 你适合呢 从事什么呢 适合从事多变的行业 多变的行业呢 就是有 像是我刚讲的设计啦 或者是说呢 像是行销啦 公关啦 这些都很适合你 或者是娱乐产业啊 都很适合你哦 因为贪狼的特性是什么 贪狼特性就是善变嘛 有的时候也蛮会这种喜心厌旧的 但是贪狼很特别哦 贪狼对于自己真正在意的东西 他是很执着的 所以贪狼很多时候他会有一个特性 喜欢干嘛 堆东西 他会喜欢把 比方说 他喜欢香 就是那种点的那个香 他这个香他就买很多高级的香 但是这个香点不完他会干嘛 他会选择把它堆起来 堆的越来越多 好但不管怎么样 反正呢 贪狼 只要在贪博工里面有贪狼的 那就适合多变的行业 不管是说呢 你的这个 你的行业的属性 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 多变的人 又或者是说呢 你的这个行业 是必须要靠你每天想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个 一个idea 去创新的 其实这些都很适合他们来做 好那对公有指挥代表什么意思呢 来我这连指挥一起讲哦 如果说你的贪博工有指挥 指挥它是什么 它是个高贵之心 那高贵之心 其实在看很多事情 它是用一个相对高的一个角度 或者是说呢 你在工作的属性上面 你算是属于中高阶层 举例啊 比方说像是医生 牙医 哎 那又或者是说呢 你可能在你的这个行业里面 哎你的这个地位 哎你是一个 比方说你在服装服装行业 哎你是一个相对 呃相当知名的一个设计师 啊就是属于像就是在 呃跟其他人比较起来的话 你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地位 你相对是比较高的 好但是呢 呃你说真的 呃 所谓的财博宫里面有有指挥的 就一定是啊我刚讲的什么 律师啊设计师 会计师嘛 不一定哦 好像我有遇过有一些朋友 他的 他的财博宫里面有指挥 但是他他做的是什么 他做他开的是机车店 就专门给别人修 修什么修机车的啦 哦那你不要千万不要小看修机车的咧 哦他底下他有五栋不动产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哎他虽然看起来他工作的环境 也许呃不是什么冷气房 也不是什么啊哇这次有那种水晶灯啊 哦看起来很这种优雅高级的地方 但是他的功夫哦修车的功夫 还有包括他的一个知名度 他也许是在这一条街啊 他是算算中间以上的啊 他在这条街他的这个 这个修车的摩车店 哎他算可能也算是 不是第二也是第一的啊 哎这种他也是也是属于啊 财博宫里面有指挥心的这个朋友啊 哎你们可以尝试的尝试什么 你冷静去思考自己的一个专业 自己一个专长啊 然后呢好好的去把它做到 行业里面的佼佼者 这个就适合你们了哦 但是我也必须说啦哦 因为啊指挥他毕竟是一个帝王型 所以呢你说真的是太普通的工作 他也是嗯 看不入眼啊 会容易看不入眼 那看不入眼当然我们往好的方面想 哎他会想办法激励自己 或者说他想尽办法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圈子 或者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行业 可是有另外一种也要提醒的 如果说你们的这个运啊 十年的运或是流年的运走不好 那很有可能会因为你的一个固执 你的一个过度的坚持 导致说你有 你在这个职场上面 你可能就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你的工作是空白的哦 就是没有工作啦 好吧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 你们就自己去权衡哦 嗯 好 再来我们看 舒寒说福德有巨门 那我就直接说了哦 同学如果说你的财帛宫里面有巨门的话 哎那代表呢巨门呢 它其实象征的是一个什么 象征的是一个口舌 象征是非 象征黑暗 那当然很多人对巨门都会有一种比较偏 比较 嗯 不好 不能讲不好 比较负面的一个认 一个看法 但我今天要帮巨门做那个 波乱反正一下哦 其实巨门它的这个优点很多咧 第一个巨门呢很耐操 第二个巨门呢很吃苦 啊 第三个巨门呢 你真的好好发挥 巨门的口才非常非常的好 哎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判断说 哎呀我我到底适合什么样子一个行业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这个心 它的一个优点 哎适合用在什么样子一个工作上面 举例来说我刚讲说巨门的口才很好 所以只要财帛宫里面有巨门心的 就是要靠嘴巴吃饭 哎靠嘴巴吃饭是什么勒 比方说像唱歌咯 歌手啊 政治人物啊 政治人物啊 齁 齐鸡嘴厚厚厚厚厚厚 对不对 很会讲话嘛 很会发表演说嘛 公关嘛 发言人嘛 这一类都是 那除此之外你说老师算不算 也算啊 英文老师啊 历史老师啊 这些都算啊 还有什么勒 呃 靠嘴巴吃饭 还有啊 厨师也是哦 厨师为什么要靠嘴巴吃饭 因为你要去品这个味道嘛 很多时候啊 你不见得烧得一桌的好菜 但是有些厨师他能够讲的一桌的好菜 这样子就没问题了 靠嘴巴吃饭 或是像业务啦 这一类的 所以呢 同学们 如果你的菜博光里面有剧门啊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你天生这个口才的天本 而且你的说服力啊 会比一般人要来得好 那你不妨好好就是 掌握自己的这个特色咯 你就去思考一下 哎呀我在这个职场当中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机会 能够让我把我的口才 或者是我的表达能力 给发挥到工作上面 好不好 那这个是 菜博光如果有剧门的同学 来 好 然后我们的萱萱有问哦 福德功是天良 财博功是天机 那既然这样子 我就直接讲了啊 如果说呢 财博功有天机的 天机它是一颗洞心的 它是一个洞心 那洞心在财博功里面 那适合什么样子的行业呢 当然呢 就跟洞有关的咯 洞有关的是什么 比方说 运动选手 体育 哎 这个就是每天都要动 是不是 那又或者是说 像是什么呢 叫做运输业 前段时间 哇 很夯的运输业啊 接下来这个国境要打开了 那是什么 航空业啦 然后运输业啦 然后什么 那个叫做 航运业啦 这一类 或是物流业 你光听这个行业就是 哦 飞来飞去 船开来开去 车子骑来骑去 然后呢 负责的物品 这样子送来送去 这一种动性很大的这个行业 就很适合天机的同学啊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刚讲毕竟是行业嘛 那如果我们回归到个人呢 天机很喜欢动头脑啊 所以财博宫里面有天机的同学 就适合动脑 或者是这个动嘴巴 或者是动身体 所以天机心它又叫做参谋心嘛 那代表的人呢 代表的人那其实他本身就是很喜欢这个动头脑嘛 那所以像一些比方说像金融业 为什么金融业可以 因为天机它的数字能力非常好 逻辑能力非常强 那所以就很适合金融业啦 那还有什么 还有3C产业 3C产业简单的讲 它跟电子业有关系嘛 电子业的研发 哇这个要花很大很大的这个脑力跟专注度 才能够研发一个新产品 这也很适合天机 所以天机它本身对3C产品 它有天生的一个好奇心 你就算不教它 它也会默默的自己去研究 而且研究的很透彻喔 这个不错啦 好那然后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呢 天机 天机的话 反正就是跟 还有就是这种投资理财的 因为投资理财跟数字有关嘛 跟逻辑有关 那也蛮适合天机的 好 那学生也有问说 诶那福德工有天良 那我就直接讲了 那以财博工里面有天良的话 适合什么呢 那我们就要想咯 诶 那个天良一个特性是什么 天良 它叫做老人心 天良又叫做中医心 中药心 天良又叫做宗教心 天良又叫做赌博心 但是呢 博弈再怎么说 它也算是现在相当大的一个族群 所以博弈产业 如果你财博工里面有天良的话 还蛮适合的 但是呢 你去做博弈产业 不是 并不是叫你一定要拿钱下去 跟别人一起在博弈喔 而是你就是单纯 你是在这个博弈产业里面工作的 第二 刚刚有讲说宗教心 所以在那个 天良在财博工的话呢 很容易 会从事一些跟宗教有关的行业 举例来说 像我们灵鹫山有很多的这些 志工 或者是灵鹫山呢 有非常多的一些 服务的这些师兄师姐 他们有没有拿薪水 有啊 灵鹫山还是有给他们薪水啊 但是呢 他们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跟宗教有关 为大 可能为师父安排行程啦 那可能为很多法师啦 安排一些 比方说他们如果要去哪里办法会 有那个住宿的安排啊 那这一类 这是宗教有关的 那又或者是说呢 自己本身他就是命理师 或者是说他可能本身呢 就是在 比方说教宗教 有宗教系的老师嘛 这种也是这个财博工 如果有天良的话会去做的 那不管是哪一种 你们都会发现 只要是天良在财博工里 从事的这个行业 都是稳定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相对比较慢的 比较这种状况 那就是蛮适合天良性的人 在财博工的话 这样子来做的 好的 来 盈盈 晚上好 我们的美交 林美 林美交吗 老师晚安 我的财博工太阳在望位 福德工太阴在这里辛苦了 好 讲到这个太阳啊 我先说太阳的一个特性 太阳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那我们就想一下咯 有什么样的职业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呢 第一个服务业 而且这服务业啊 会比较希望像太阳这样子 太阳它在天空每个人都看得到嘛 所以财博工有太阳的话 代表你的这工作 你真正喜欢的 你虽然是服务别人 但是你也希望有一个平台 能够让你的一个专业 让你的热忱让大家能够看到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 举例而言政治人物 对不对 政治人物 哇在台上 哇讲的口沫很飞啊 说我要为我的市民 做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啊 姑且先不论他讲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但是他会希望他做的这些事情 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 是大家能够肯定到他的 所以财博工有太阳的人呢 他在事业上面非常需要 哎有机会有平台 能够让他发挥自己的热忱 发挥自己的想法 或者发挥自己的专业啊 那像公官 哎那也很适合 这个财博工有太阳的人啊 是不是啊 那或者是说呢 有非常多 哎我刚讲的志工 哎那也算啊 那只是这个志工呢 他就会比较偏向 志工团体里面的头头啊 因为啊通常财博工里面有太阳星人啊 他在事业上面啊 他也会希望 嗯他不一定是要当一个老板 或者说他也不适合当老板 但是他会希望他是一个小组 或是一个团队里面的一个能够 呃意见领袖吧 希望大家能够听他的安排 或者是听他的意见 大家朝着他的方向一起来走 好 那可是呢 如果说哎就像我们的梅教 梅教说的 哎那太阳的对面有一颗太阴啊 那这个嗯 有太阴代表什么意思呢 太阴啊它是一颗比较柔的心 可是太阴呢 它也代表了哎呃 他心非常非常的细 而且太阴啊也很爱漂亮 啊而且福德宫里面有太阴啊 通常对于很多美的事业 哎跟贪囊有点像哦 跟美的行业哎 他就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特别的有有兴趣 可是呢太阴通常他比较会偏向晚上 因为太阴心他就是月亮嘛 就是晚上 哎那这样怎么解释呢 哎就是解释就是说哎我白天的工作能做 晚上的工作也能做 所以只要你的财博工或者是你的这个福德工 同时都能够看到太阳和太阴的话 啊代表你这工作的性质啊 就是哎你可能早上也做晚上也做 哎什么事情早上也做晚上也做 举例而言啊 比方说要你是经营工厂的 为什么工厂早上做晚上也做呢 你们没待过工厂不知道 很多的工厂他会接什么接外贸的订单 那外贸比方说美国好了 或是外在澳洲好了 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时差是根本是完全是颠倒过来的 但是对于工厂而言的话呢他没有办法啊 他白天虽然说做本国的工作 可是晚上他还是要熬夜 跟什么勒 跟国外的这个客户啊 可能要通email或者要沟通产品的事情 所以白天也在做晚上也在做哎呀 辛苦很辛苦 可是啊针对财博工跟福德工有太阳跟太阴的人啊 他们乐在其中 因为他们早上做晚上做也代表了他们的收入 会因为自己的付出而往上提升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财博工跟福德工有太阳 跟同时有太阳跟太阴出现的话呢 你很容易会斜杠就是你会有两份收入 我可能白天我在公家警官工作 晚上呢我可能就去比方说我去教课 我可能教音乐啦 或者说我可能像台湾有非常多的朋友 有在做Uber啦 Fu Panda啦 去送外卖啊之类的 哎呀这些状况都很明显哦 都很明显 好的来美娇晚上 哎又有一位美娇黄美娇晚上好哦 一把说紫薇 哦福德工和这个财博工都是紫薇贪狼 哦OK好那刚刚有讲过紫薇贪狼咯 已经有讲过啦 来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哦 黄毅然说老师我的财博工是天象 福德工是五曲破君露存天德 哎呦看起来这个财博工 财博工的状况还不错哦 我先讲哦哦 如果财博工有天象的啊 天象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乐善好事的心 它是喜欢跟人交往 喜欢跟人打交道的心 所以只要财博工有天象 你适合从事跟人有关的行业 比方说咯像是呃 呃比方说你可能是旅游 你可能是导游 你可能是导游 举例啊导游 导游你一天到晚要跟人接触嘛 跟你的客跟你的客人啊 你要去去这个呃介绍说 哇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景点 这个景点那个历史背景是什么 哇这个李星老师曾经在这里看过直播之类的 你要您就要开始跟大家介绍 然后呢这个你也适合从事一些 像是跟人有关的还有什么 呃公关呃呃业务啦 哦那又或者是说呢 哎你说老师是不是老师也是啊 啊反正只要你的工作的性质 你会大量的跟人沟通的啊 你会大量的需要去接触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的 而且这些接触啊 这些沟通能够让你的收入提升 能够让你的业绩提升 这都很适合天向 呃你的财富工有天向心的人来做 哦好 那如果说呢呃 像毅然讲了哎那我的福德工有无曲的 那那同样的哦 那以无曲如果出现在 呃出现在什么 呃出现在呃财富工的话 因为无曲它是代表的是一个正财心 它就是你就适合从事跟钱有关的行业啦 跟钱有关的行业是什么 比方说像金融业啦 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呃 呃举例啊 当铺当铺也是啊 或者是呃像这种投资理财 哎这些都算是金融行跟金融行业有关啊 哦那还有没有还有就是因为呃五曲它的五行是属金 只要是你的呃财富工里面的新的特质五行是属金的 现在五曲啦七煞啦啊这一类的 你都很适合挑战性高的行业 就是这种工作压力很大 挑战性很大 然后每天面对不同的这个困难 要去想破脑筋去突破的都很适合 都很适合哦 好的来我们来继续看看哦 呃探说老师贪囊心在厨房要放什么 嗯贪囊心在厨房要放什么 什么意思我不太清楚呃 好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嗯好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还有没有其他的 破均应该都讲了哦 哦紫微天机啊太阳舞曲天同 紫机格一阳五同 连真讲的哦天府还没讲对不对 府因贪聚向良煞 OK好嗯好剩下天府了哦 如果说啊你的财富工里面有天府的话 那我们就要想天府的性质是什么呢 第一个天府是最大的酷心嘛 财酷的酷对不对 那什么是最大的财酷 房地产哦 所以如果说你的财富光里面有天府的话 就很适合从事跟房地产相关的行业 哎跟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就很多咧 室内设计师是不是 是啊 然后你如果你是代销的 然后你是这个呃 那个叫做什么 哎啊房仲哦 又或者是说呢你自己本身是建筑公司 对不对这一类的 所以很多或者你是可能是土地的代书 啊这一些其实只要是跟房地产相关的都很适合你来做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其实天府啊天府他非常注重一跟十 十一柱形遇到的一跟十啊很重吃啊 所以啊天府啊他有另外一个那个绰号叫做天厨 所以通常财富光有天府的人呢你对吃啊 你有非常高的一个品味和要求 高品味跟高要求不见得是一定要吃最贵的东西 而是呢在同样的一个品项里面 你们不自觉的你就能够找到 哎这个在味道也好 这个外观也好色相微俱全啊 就这个美食啊 那所以像是美食的评论家啦 或是这种非常高端的这个厨师啦 哎都很适合你 还有什么呢天府啊他也重穿啊 这个天府穿衣服非常非常有品味 那也代表咯你也适合从事跟衣服啊设计有关的 比方说有穿搭式 有没有穿搭式 有欸 因为有些男生就真的很不会配衣服啊 不知道怎么配 那可是有一些重要场合那怎么办 就有穿搭式去帮你搭配你的衣服 还有呢像服装设计师也是 好或者是说只要跟这种穿着有关的 配件有关的珠宝啦 服饰啦这些也很适合你来做喔 那这就是在天府的 Sunny晚上好 好 OK Lisa说一直花钱 欸 Lisa 我们花钱 其实我们人啊 每天都在花钱啊 但我们就是要量力而为 然后懂得花钱 但是我们也要懂得存钱 这个才是厉害的 好吗 然后我们来看 继续往下看喔 艺术的代价就是钱很贵 嗯 嗯 好 用在你真正的专业上 比方来说 假设你的专业是电脑 欸 那就是这个天机在财博公 就是要提醒你啊 你要把你电脑的专业啊 把它尽可能去发挥到最大 你每天要想的不是说我要跳到A公司 我可能是我要做其他什么事情 而是要想的一直动头脑 我如何让我的专业来更专业 只有这样子 你才能够把你真正的一个价值提升到最大 欸 对喔 在这里啊 我要提醒啊 非常重要的一点 讲到转职啊 因为这段时间真的有非常多的同学啊 在问我说 欸 我是不是能够自己创业做生意 只要啊 你的这个 嗯 财博公里面有天机心的 我再次强调你要赚的财叫做专业财 包括呢 你的命工如果有天机的话 也是一样喔 千万要记得喔 也就是说呢 你真正的一个价值是在于你的专业 别人看中你 别人想要跟你合伙 你要相信我一句话 绝对不是看到你的管理能力 而是看到你在专业上面 你讲出来的话 你的一个气势 包括你的一个说服力 你打动了对方了 对方会想要跟你合作 想跟你合伙 但你千万不要因为有人想找我合伙 我要当老板啊 你被老板这两个字给冲昏头了 因为老板要做的事情 诶 比你这个专业要负责的还要多 老板要负责管理 老板要负责财务 老板可能还要负责去跑业务 我跟你说天机作命的人 真的不适合跑业务 因为你跑业务 你的专业就偏掉了 就偏掉了 一旦你的这个 你的心力 你的这个精神 不在你的专业的时候 其实你的一个价值就被模糊了 当你价值被模糊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件事哦 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合伙人就会开始觉得 奇怪了 就是因为他当初 为什么找你合伙 是因为在于你的专业啊 可是他后来发现你一直在应酬 或者你一直在管理其他跟你专业 没有关的事情 但是真正就是让他有兴趣的这个地方 你反而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越来越被淡化了 到最后也许过了命令 他就不跟你合作了 那你这样子 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滑不来了 好吗 那所以千万要记得哦 命工有天机的 财博工有天机的 你一定要很清楚自己的专业在哪边 你要发的是专业财 绝对不是管理财 重要哦 加油 来 慈眉 我看有没有其他同学有问题 慈眉说那是怀财不遇 当家管 其实家管也很重要 慈眉 家管能够把家管理的这种 非常的有条理 让先生啦 孩子啦 家人或者是公婆 无后顾之用 那你真的是一个很成功的家管 千万不要小看家管 我对家管我每次去很多同学家里面 问女主人 你在从事什么行业啊 我是全职妈妈 我一定要先跟她敬个礼 辛苦了 为什么要说辛苦了 你叫你老公当全职爸爸 当一个星期师看看 他绝对跟你投降 真的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把全职妈妈 把家管当好的 能够当得很好的 行行出状元 对不对 那隔行如隔山 隔行如隔山啦 每一个行业 即便是家管 我觉得我们都要秉持了一种尊重 尊敬的一个态度 对吧 Henry说 其实我也很喜欢买鞋子 在一个偶然的机缘 看到弱势群体没有鞋穿 就完全改变想法和生活 只要是没破 我就一直穿上 人生只要够吃够穿就好 我觉得这就是知足啦 真的是知足 很多时候我们人的一些情绪 都来自于什么 都是来自比较 都是来自于不知足 所造成的 对不对 你看像 我在年底的时候啊 12月30 从12月31号 一直到1月1号 一直到1月2号 其实我去参加灵鹫山的一个 那个关怀独居长者 这个取的名字取的蛮好的 不叫独居老人 叫关怀独居长者 还有去参加这个仆人奖 仆人奖就是针对一些清寒家庭的 这个孩子 然后就做非常非常严格的评鉴 然后最后就选出几个孩子出来 就是你真的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之后呢 你才会知道其实自己的现况 是跟其他人而言的话 你当然比上不足 但是你跟至少我看到那些孩子 那些长者而言的话 其实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我们讲富有了 真的是非常富有了 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 就像Candice讲的这样子 其实够吃够穿 人真的要知足 社会上有非常非常多 需要我们帮助 伸出元首的弱势群体 好吧 大家加油 来玉莉 我有一件毛衣 从年轻瘦瘦的穿到现在 像熊熊 去年才扔掉 欸不错 我觉得大家都很喜福啦 都很知足啦 没分说 女儿拆博公司紫薇 女儿拆博公司紫薇 比方说她有没有会到所谓的左府和右臂 如果说有会到左府和右臂 其实没分你的女儿还蛮适合做所谓的管理财 那我先讲喔 管理财不见得说我一定要当什么经理 一定要当什么总经理 你会管理自己的财务 这也叫做管理 你会管理家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事物 你也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全职太太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管理 好吗 所以管理我们不要这局限的这么小说 老师他也没学过器官 那他也没有在外面工作 那这样子是不是好像有点不太符合现实层面 其实管理有很多 管理好自己这也叫管理啊 对不对 OK 来我们来看看 一璇很久不见 好 那想了解财博公司七杀 因为七杀我们就看七杀的属性啦 因为七杀的话他五行属金 所以呢 只要是跟金属有关的 或者是说呢是五金行业 金融行业 甚至呢医美行业 我们有非常多七杀的同学他从事医美 为什么医美跟金有关 因为现在医美都要动刀嘛 你不管是双眼皮也好 或者是你要买 我不知道埋线要不要动刀耶 那或者是 但是医美至少要打针啦 那个针头也是金属嘛 那所以也有很多七杀的同学他是护理师喔 就是财博公里面有七杀的 那因为 不管是金融业 或者是我们刚讲的军警啦 五金啦 或者说我们刚讲的医美行业啊 其实工作的这个压力跟强度都蛮强的 那所以这种高强度高压力高挑战性的 也是适合七杀在财博公的同学啊 你们所在选择职业上面的一个方向 OK 哎对啊像这个理法师也是喔 理法师因为理法师要拿剪刀嘛 所以财博公有七杀也适合拿当理法师 还有外科医生啊 外科医生呢怎么拿手术刀剪刀 好的 来我们来看看 看汉考课说 财博公是天同 福德公是巨门 来汉考课那你就适合什么 第一个 因为你的天同在福德公 所以你在工作的属性上面啊 尽量就选择相对稳定的 波动不要太大 波动不要太大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的这个行业最好他是 或者选择这个公司啊 他体制要好 工作性质是稳定的 不会因为大环境的这个改变 就有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起伏 再第二个 因为你的福德公有有巨门 所以代表就是说 你在稳定的一个前提之下 你可以选择跟你口才跟嘴巴跟语言有关的这个行业 好那你去做这些行业的话呢 那是对于你在表现上面 因为觉得做的相对轻松相对开心 但是呢成就感跟存在感是有的 好的来我们继续往下看了 因为有很多的留言 已经刷刷刷刷刷刷到后面了 所以我先拉到后面了 哈喽子凌晚上好 里亚真的 我也是财博公妻 生小孩之后都做押科助理工作 嗯没错 肯底子说家管不容易得下八爪鱼 管理家里的大小事很费心很劳力很累 应该给他们掌声鼓励真的 好针对所有你是全职太太是全职妈妈 好即便你现在只是呢 育婴流 所谓台湾的育婴流停指的就是说 哎我坏宝宝了啊 然后我要再带宝宝 因为宝宝还小 好那所以呢就是说会有所谓的育婴 育就是养育的育 我在家里照顾小孩所以我留职停心 或者你可能是育婴流停的 又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其他任何一种情况 你现在是长时间待在家里面 那其实我觉得你们有你们的辛苦 有你们的这个压力 那我觉得彼此尊重 大家一起加油咯 我们的TAY说 经常不失放生行善 心灵深处常富足 没有错 我们要累积什么 累积这个善的资良嘛 这个资良这两个字常常听到 听很多法师在分享的时候 他们都要讲对不对 然后还有说什么 要种善的福田嘛 之类的 好来 汉考课汉考课问说的 老师天际心跟太阴心的特质是什么 汉考课 我不清楚说你的天际跟太阴心在哪里 可是如果说呢 你的命功 有天际心跟太阴心 或者你的牵移功 有天际心跟太阴心的话 哎呀 你也适合做研究 为什么 因为天际他本身就喜欢从事专业方面 他喜欢专业 然后太阴心呢 太阴心就是 太阴心的话也喜欢专业 但是太阴心的专业呢 我建议你最好是用在研发上 最好是用在研究上 不要用在情感上 情感上的砖研 这叫做砖牛角尖 可是这偏偏就是太阴心 这一生呢 必须要去面对在个性上面 可能会容易砖牛角尖的这个状况 所以汉考课回答你了 天际跟太阴 那我建议啊 你就从事专业性质的工作 研发的工作 或者是说呢 有很多这种设计类的工作 研发也是设计的一环嘛 很适合做这一些 那又或者是说太阴呢 也适合从事一些跟没有关的行业 因为太阴他就是很注重生活品质 但是这种生活品质跟物质不一样哦 太阴比较注重的是心灵上的生活品质 举例啦 比方说吃饭的时候呢 希望呢 能够听一点音乐 放假的时候呢 希望呢 去做一下SPA 精油的按摩之类的 比较注重所谓心灵层面的这个生活品质 那也代表咯 柴柏光如果有天机或太阴的话 你也适合可以从事什么精油啦 方寮师啦 或者这种SPA啦 之类的 那也蛮适合你的咯 OK 来 嗯 好 还有没有其他 我往上看齁 有没有其他的同学 雅真说 家管成就老公跟儿女的事业 对啊 没有错 其实雅真你讲的对啊 刚刚虽然说 太阳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但是我觉得家管 我们不要讲家管啦 我觉得 家管感觉好像有点被贴标签欸 我们讲说 全职太太 这样好不好 我们讲全职太太 我觉得全职太太也好 全职妈妈也好 真的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欸同学们 你们不要小看全职太太跟全职妈妈欸 你们不要认为说 全职太太跟全职妈妈在家好像 哇很多很多时间了 你们尝试的去做一天就好了 你会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实在是不多欸 如果家里面还有长辈的话 你可能早上你要准备吃的 然后开始慢慢的你要打扫家里面 打扫家里面完了之后呢 因为你是全职太太跟全职妈妈 所以很多的一些生活上的琐事 你比方说缴什么费用啦 怎么跑去学校啦 接小孩送小孩啦 然后就是提前准备饭菜啦 这些这都很花时间的 你不要看一天一天下来 时间很快就过了 这不容易啊 辛苦啦雅真啦 所有的这个全职太太跟全职妈妈辛苦啦 好 来我们来看看俊龙说 老师教书既能培训算动性吗 当然算啰 当然算 因为你一直在教书一直在动嘴巴 一直在动头脑 而且教书如果你是需要跑课的 现在有非常多的老师他跑课的咧 可能就是说我在A大学 教完的时候我还要去B大学 或者晚上还有在兼职 当什么补习班老师的 这些都算动啊 很辛苦喔 OK 来 我们来看看断线的 雅真没有断线吧 好 那我往下看 没有其他同学有问题 我们的敬违 敬违 敬违好久没看到你咯 来敬违 命工有天府 只为天府在命工适合做什么 天府适合做跟不动产相关的行业 跟不动产相关的行业 不动产相关的行业就很多咯 像我刚就举例了嘛 你可能是建商建筑业 你可能是土木工程师 你可能是室内设计师 你可能是或者是那个叫做什么 建材行 或者你可能是软装硬装的 然后或者你还有可能是比方说像是土地的代书 这些都关 这些都是 换句话说 只要你的工作的场合 或者你在工作所处理的这个内容 你这些文书啊 你在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跟不动产相关的话 就适合你 就适合你 像或者是比方说代销行业啦 又或者是这个 那个叫做什么 卖房子业务 信义房屋那叫什么 突然忘记了 房仲啦 或者是房仲啦 这些都很适合 都很适合 敬畏说适合做房地产 没错 就适合做房地产 那当然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房地产 都是属于这种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属于专业性质 还有另外一种 天赋在命工 或者是天赋在财富工的 更高级的是什么 适合当房地产的投资客 不一定去炒房 但是你适合的是做什么 比方说你当包租工 就是你投资小套房 或者是说你买了一户这个房子 那你不住 你租给别人 你让你的租客 去帮你分担每个月的房贷 这种投资的方法 增加自己收入的方法 或者是说呢 把租房子当做自己正值的方法 都很适合这个 我们的静违来做 OK 静违真的是做不动产吗 哇多多指教 不动产是你们很专业的 很专业的专业 真的 不要想看不动产 Hello Rachel 晚上好 玉玲晚安晚安 好啦 所以今天各位同学 透过我们这个 紫薇命格分析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适合的工作性质是什么 那当然哦 如果说今天的内容啊 真的有符合你们的这个工作 现在的工作的话 那我就先恭喜你 因为呢 你找到适合自己的行业 可是如果说呢 跟自己的行业 没有相匹配 那也不用怀疑说 那我是不是要转职了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呢 你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现在如果这个工作呢 很稳定 你就继续做 不要轻易的改变 可是如果说呢 在未来 或者是在你的人生规划上面 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这个工作做完了之后 举例啊 我们有非常多的同学 60岁退休了 他会想说 我想要从事我第二职业 第二职业 因为呢 我的第一份职业 我可能是 我有这个经济压力 我是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 或者为了种种的原因 我去做他 但是呢 我觉得他不是我 真正想要做的行业 那没关系 你当你退休之后了 那你的第一份工作结束了 你可以发展你人生的第二事业啊 那你这个第二事业 你就可以去潮 你在紫围 不管命工也好 或者是这个财富工也好 真正适合你 你真正喜欢 你真的会做得开心 有存在感跟成就感的这个职业是什么 好 那提供大家分享咯 所以来 各位同学 如果觉得今天晚上的直播的内容啊 对自己啊 或者对家人啊 在未来工作上面 人生规划上面有帮助的话 帮旅行老师把直播分享出去哦 好 那我们就下次直播再见啦 大家晚安 Good night